这里讲一个与用神相关的两个概念 这里面是六摇神挂里面的一个概念 我的老师吴上益老师就提到学八字一定要学六摇 学六摇一定要学八字 因为很多的概念里都可以相互的借鉴的 对你无论是推一个八字还是解一个六摇挂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就是在六摇神挂里面的概念 这是我们一直提的用神 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用神 对八字的运命是好处 然后如果八字里面就是用神的 生用神的 生用神的我们这个叫原神 生用神的我们这个叫原神 然后会特别用神的 管你这用神特别的这个叫祭神 生你这个基神的叫仇神 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用神是甲木 甲木特别好 这个时候生用神的原神的如果出现了水 水它就是它的原神 如果是金呢 它就是克木 这个时候呢就成了它的祭神 生金呢是土 土呢它就会去生这个金 土呢就是它的仇神 当然了木又克土 所以它所克的就成了它的仇神 克它呢是它的祭神 生它的呢就是它的 生它的就是它的 生它的就是它的原神 土与水的关系呢 木克土 土克水 仇神呢用于去克这个原神 土克水 就是这个反而又是相克的关系 好 这里面就是这个原神 用神 仇神 祭神的概念 经常我们遇到一些八字 譬如说它会用到这些的方法 这一边呢是胡卫明大师 就是它最专严的一部分 叫保护神的概念 像就是说在八字里边 有我呢 这个我其实也是用神的概念 有克用神的 这个是保护神呢 就是说保护神就是生我的和我生的 就成了保护神了 生我的呢 克我的呢 遇到生我的 生我的就会保护住我 让我呢不要被克土 我们同样说这种甲木 生我的呢就是水 就是水 这时候呢 克我的呢就是金 因为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水来保护呢 这个金就克了我了 但是有了这个水 好 当家了 所以保护神的概念呢 就是这样 同样的是我这边实际上是用神了 克我 如果克用神呢 这就是很危险的 把用神克了就很危险 保护神呢一个是生我的 生我的呢他会保护住我 然后呢 我生的也会保护住我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木 这个用神是假木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金克木 金就会把用神克掉 这个时候生我的是水 水生 水生木 这个时候呢金生水 水生木 这个水在中间一写中一协调 做好人他就是把这个金克木的力量就化掉 这个时候呢 我生的呢 木生火 火又去克金 火又去克金 有了这个我生的力量 火在这呢 他就把金 金一去 火一克金呢 就把金去克我的这个力量呢 就减弱了 这个是胡文明大师很善 就是说很钻研的一种论命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说 你八字里面你怎么去找这个用神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你去好用神 然后呢把它设好保护 设好保护 这样的话你的这一生呢就 你的用神不会被轻易被克掉 你的用神就比较安全稳定 这一生呢你就会走的比较平稳 就是这边保护神的概念啊 原用稠气的概念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